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我回想起來真的是整整 各位同學不要嚇一跳 五十年以前 不是五年 不是十五年 不是二十五年 五十年以前 就差不多這個時候 踏進了台大的這個校園 對不起 我忘了謝謝徐教授跟馮教授 各位可能問 也差不多就是十月上旬踏進校門 那各位說為什麼會十月份 好像比你們入學晚了差不多一個月嗎 不過各位大概沒有以前 我們那個時空的背景 對 馮教授知道我們也成功了 那時候男生啊 只要考上了以後 一放榜首先收到一個 上成功的一個通知 就是我們那時候叫做 從成功嶺走向成功之路 好像還非常的激勵這個人心 那成功嶺一去呢 當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頭髮先抵成這個光頭 所以那個時候 每一年那個時候十月份 你在校園裡面 看到曬的黑黑的 然後頭上頭髮不是很多的 大概都是從成功嶺剛剛下來 那我也跟很多以前 我們那個時代的留學生一樣 同學一樣 念完了書 俯完的兵役 就到美國去念書 然後後來加入外交部 從事一些外交工作 那當然美國外交 其實我不像 馮教授跟許教授 都有很豐富的學術這個基礎 我自己也不是念外交或政治的 那我念什麼科系呢 可能有點敏感 因為有人不太喜歡這個科系 我念的是法律系 這裡面有沒有法律系的 沒有法律系的啊 真的啊 那很難得 好像是社科學不能夠學 大概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所謂的 通識課程 各位假如有時候聽演講 常常覺得有些教授 或者是講者 上來以後先講一段這個笑話 那個人我想大概都是從美國 或是從西方回來的 就是要化解一下緊張的氣氛 那通常在台灣的 我們這些教授 通常一上課就是正經為作的講 而且不會講這個笑話 那有人就問 那你假如是 有人是從台灣念的書 去美國也工作過 或者求過學 那你回台灣 你演講你要用什麼開頭呢 通常他們會說 那我會講 各位同學 然後台灣呢 就是我們的教授都很謙虛 都說今天講得不好 請各位多多原諒 他會說今天很抱歉 各位同學 我今天沒有準備很好的笑話 請大家多多原諒 其實我回想 其實我回想 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法律系並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老師都是一個人教很多學校 我們那時候有一位教民法的老師 他大概在台大 政大 文化都教過 所以他是為了要引起同學的興趣 他學生有一個笑話本 常常一上課就把那笑話本掏出來講 他看了講完以後 大家這個都沒有笑容 就問你們是什麼學校的 哦 對不起 這個笑話我在另外一個學校 這個還沒有講 這個學校我也講過了 我換個笑話 所以說實話 我到現在為止 那老師教的課 我全部都已經忘了 忘了這個差不多了 仔細的他講的笑話都還非常的好 令人難忘 那我想我們講美國外交 通常我們在外交部服務的 或者是各位在外頭的 常常說哎呀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外交夥伴 這個通常 雖然是我一直在北美地區服務比較長 可是我們也不敢講這句話 因為其實很多的友邦 正視的外交關係還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以後慢慢會談到 美國在安全方面 在經濟 在各種方面 對我們的影響還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也不能不說 美國是我們外交關係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我成為我剛才講的 我並沒有在美國 我念這個方面的經驗 所以我只是講 用一個方式 換一個方式好了 就是把我在美國 住很長的時間 一些經驗 結合美國各任的總統 就是說過去一共九任總統 剛好五十年 發生的一些事情 還有其中包括 跟我們有關的事情 來跟周圍做一個分享 也希望各位能夠引起一些 對外交的興趣 我也很高興 這課在早上大概比較好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上學的時候 有些課是在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 那真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是 上一文叫做民法繼承 那真是全班大概只有班代表 加上五六個同學輪流去就上課了 因為實在是受不了下午那麼炎熱的天氣 還要上那麼枯燥可怕的課 我們先 各位看上面有三個地址 各位有沒有人去過華盛頓 美國首都華盛頓去玩過或者是訪問過的 都沒有去過 我想因為有一位去過 兩位 因為華盛頓是在美國的東部 通常各位到美國去玩 大概都在美國的西部或者是中西部 很少飛到華盛頓 而且因為沒有直接的航班 你要飛 最近的方法是飛到紐約 然後轉飛機 或者是你飛到紐約 然後坐火車 坐汽車下去 非常不方便 所以到華盛頓去的人比較少 那上面這三個地方 都是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 叫Washington DC DC是代表District of Columbia District就是華盛頓特區 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 所以華盛頓代表一個城市 DC其實代表一個相當於美國其他的州 美國有五十個州 相當於其他的州 什麼是1600 Pennsylvania 其實這個就是白宮的所在地 白宮的住址就是1600號 賓州大道 Northwest代表西北區 因為其實美國在華盛頓分成四個區 西北 西南 東南 西南 西北 東北 西南 東南 我在的時候 只有西北區比較安全一點 其他的區 可能你進去大概就很難出來了 所以你看這個住址 只要看到西北區 都還算是比較安全的這個地方 不過全世界甚至於美國 都沒有所謂安全的這個地方 各位去美國旅遊還是要小心 美國的外交權主要是在總統 總統就是在白宮 一邊也是住在那邊 也在那邊上班 所以他沒有什麼擔心上下班的問題 各位有時候看電視劇 白宮風雲 常常提到白宮 我們也很奇怪地把它翻成 我們也很奇怪地把它翻成 也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翻了 也不是翻成白宮 所以這個是行政權 那他行使他的外交職權的時候 主要是他在白宮裡面 就是有一個國家安全會議 他有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就有這個國家安全顧問 來行使替他執行這個外交權 另外還有國務院 我們等會提到這個國務院 第二個住址 Capital Hill Capital Hill 這個就是美國的國會 它叫我們通常翻譯成國會山莊 它真的是一個山莊 因為通常你不會感覺到 像我們那時候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常常要爬坡 爬到國會上頭去 那真的發現它是一個Hill 尤其是在夏天 它的氣溫跟台北差不多 它的濕度也跟台北差不多 還要穿著西裝打著頂帶 一步一步地爬上國會山莊 那真的是所謂是Hill 是一個山坡 那美國的國會 我剛剛有講過 外交權大部分都是在總統 可是國會它也有權利 它什麼權利呢 它有所謂荷包的權利 它掌握住政府的預算 你政府你要做什麼事情 國會不撥款的話 你政府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另外它也可以通過一些法案 來督促行政部門做什麼事情 那很多法案說實話 並沒有所謂拘束力 那這些法案通常是建議國會 或者建議行政部門 或者是美國的國會認為 行政部門應該怎麼做 那有一些比較具有強制力的是 它可以要求美國的行政部門 向國會提出這個報告 或者是年度報告 或者是每幾個月 就要提供一個報告 這個是比如說最近 有一些關於台灣的一些法案 就是有一些關於報告的一些規定 你說它有拘束力嗎 也要看行政部門它怎麼樣去執行 有的時候行政部門 它在簽署法案的時候 它會講裡面某一些的條文 侵害到我的行政權 我不打算去執行 它可以這樣講 大部分它不會這麼樣的赤裸裸的 說它不執行這樣子 那第三個住址叫Foggy Bottom 這個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Foggy Bottom好像我們直接翻譯 翻譯成霧底 有點霧底 其實這就是美國的國務院 國務院的所在地 我們叫做Foggy Bottom 那個地方 我念書的時候也在那個附近住過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霧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叫Foggy Bottom 可能因為華盛頓特區 它本來是一個沼澤地帶 其實它夏天 剛剛講過夏天非常熱 冬天有時候下雪 又下到好幾英尺 甚至於超過你的胸部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叫Foggy Bottom 然後也順便講一下 華盛頓其實並不是一個 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 所以美國國會到八月初 它就開始修會 一直修會到九月才復會 除了自然環境以外 它的人文環境 它是一個很多美國人都嚮往的 尤其是有政治野心的年輕人 都嚮往的地方 去國會或者是去美國行政部門 擔任一些工作 薪水都不怎麼高 可是他們有很好的工作經驗 從國會出來以後 也會到私人部門 也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就業機會 另外一方面就是 假如各位看一些 美國的一些連續劇 像什麼紙牌屋這一些 我看了一下 當然有些是比較誇張了 有一些其實還挺符合這個現實的 尤其是華盛頓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的現實 你今天你在台上 你擔任非常重要的職務 你每天都會接到很多邀請函 請你參加這個開幕 參加這個酒會 參加這個什麼電影的首映 你一下台第二天馬上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個人我就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是美國的有位司法部部長下台 第二天我去搭那個 美國的那個華盛頓的地下鐵 就看到他跟我一起搭這個地下鐵 前一天他還是很多人觸擁著保護他 第二天一下台什麼都沒有 所以美國人常常說 前任官員說你現在問我什麼問題 可能我都已經過時了 因為我一下台 我就喪失了我的安全查核的一些好處 我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也是一樣 有人更說 在華盛頓你要找一個好朋友 If you want to have a friend in Washington 你知道下一句是什麼 Get a dog 你養著狗好了 因為只有狗對你是這個中心的 其他人真是非常的非常的 這個現實 所以我們在美國工作也不是 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那當然行政部門是基於 兩國的關係 那是不得不給我們打交道 那我們對於美國國會的工作 就是要靠跟國會議員跟國會助理 一個一個的來建立朋友的關係 這樣子這個才可以 所以我現在很 剛才很簡短的講了這個美國 最重要的跟外交有關係的三個部門 那接下來我想講一下國務院 各位看到我們常常把它分 其實國務院一開始 一開始應該就是說 是美國的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外交部 可是它因為它的secretary of state 這個secretary在美國的話 secretary在這個地方講 都是這個部長的意思 絕對不是所謂的秘書了 是部長的意思 它有國務卿 我們就是secretary of state 下面有副國務卿 現在有兩位 就是deputy,secretary of state 那下面是國務次行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它下面還有助理國務卿 assistant,secretary of state 那其實下面還有比如說像助理國務卿 還有deputy,assistant,secretary of state 那就是它層級相當於我們外交部的這個司長 當然可是因為美國它非常的大了 它管的事情也比我們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它這個助理國務卿 就是美國的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這個司長 也沒那麼小了 它這個其實還是這個官位跟它的職長 它的任務還是非常大 那美國國務院主要就是由這四位來領導 對這個美國外交政策的一些執行 那具體來講 我們按照這個川普政府的國務院的它的網站 它說這個美國國務院它有一個願景 它叫Division 它說代表美國人民推動並展現民主價值 而且要促進一個自由且繁榮的世界 講得非常好聽 要代表美國人民展現民主價值 促進一個自由且繁榮的世界 那它的任務呢 各位看看任務就是說 美國國務院要透過外交 就是外交手段 宣揚 就是宣揚美國的價值跟美國的文化 還有援助 援助其實就是經濟援助或者是軍事援助 要領導美國的外交政策 那下一句話就把它的本質講出來了 以促進美國人民的利益安全及經濟繁榮 它並沒有說是要促進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安全及經濟繁榮 它要促進美國人民的利益安全及經濟繁榮 所以美國的外交我想跟所有國家的外交一樣 都是要促進自己國家的經濟跟繁榮 我剛剛講了因為我想由我個人的經驗來談一談 過去五十年美國總統的一些外交的作為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檢視一下 我當然很抱歉 我就列得非常少了 其實內容並沒有這麼少了 我希望各位比較輕鬆的態度來聽聽看 也不用非常勤快的操筆地什麼 也不需要各位聽聽看就好了 先講的是林克森總統 他是1969到1974年擔任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一任四年 競選得連任一次 他為什麼只當到1974年呢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他是共和黨反共大將 非常的反共 一直以反共為出名 他當過副總統 他的總統就是艾森豪總統 艾森豪總統是唯一現在 曾經過訪問過台灣的現任的 當時現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總統 那他也曾經派過尼克森訪問過台灣 好像不止一次了 也訪問過他當副總統的時候 也來過台灣 可是他競選總統成功之後 他才感覺到世界的局勢開始變化 尤其是那時候跟大陸 不是跟大陸 跟蘇聯還在打冷戰 他覺得需要有一點變化 而且那時候在越南 美國一直陷於泥鬧之中 無法抽身 那他就想怎麼樣能夠改進 是不是能夠改進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一直想不出來有什麼方式 而且那時候稱大陸 蘇聯控制的地區為鐵幕 雙方的人民都不能夠往來 那美國人民要去香港 才能曉得大陸的一些情況 好 很巧的是1971年的4月份 在明谷屋 日本明谷屋有一個乒乓球賽 那美國也派對去日本 在日本比賽 中國大陸也派對去 那有一次練完球以後 美國有一個選手 他沒有趕上他的這個接波車 他上了中國大陸代表團的車子 那中國大陸代表團其實他們出發以前 中國大陸的政府就給他任務 就是要盡量多交朋友 包括以前沒有接見過的朋友 那中國代表團的團員 就很 大概聽說是遲疑了十分鐘 到最後的五分鐘 他跟美國的這些選手打了個招呼 說我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而且送他的一個小禮物 那美國代表團的團員 發現他身上沒有什麼禮物 只有一把書子 所以也沒有送 後來這個美國團員下車以後 那美國記者蜂蜂而至 因為發現到他上了 中國大陸代表團的車子 居然還收了禮物 引起了一陣轟動 其實也很快了 好像在一個禮拜時間之內 那美國乒乓球代表團 就到大陸去正式的訪問 然後第二年 大陸的乒乓球 也到了美國很多城市訪問 展開了所謂乒乓外交 乒乓Diplomacy 這當初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名詞 這個是民間的 那在政府方面 我剛剛講過 美國白宮方面 是由國家安全顧問 執行總統的外交政策 他那時候 國家安全顧問是基辛吉 這個大概現在的很多人 都不曉得他是誰了 現在他還在 好像九十多歲了 基辛吉 他那時候在巴基斯坦訪問 他每天都是會公佈他的行程 忽然有一天他說 他肚子痛 以後未來兩天 這個沒有行程可以公佈 其實就在1971年的7月9號到11號 他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那尼克森總統後來也在電視上宣布 這個帥子的話 真的是造成了很大的一個風波 尤其是1971年 那時候還跟我們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他這樣子去 那真的給我們的外交帶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也非常大的危機 到了那一年的十月份 每一年的十月份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聯合國正在舉行大會 那時候我們到底是不是能夠繼續留在聯合國 也是每一年都要討論 都要辯論 都要投票的時候 那些情況開始改變 我們覺得情況不是很好 幾樓的投票都不是很理想 尤其基辛吉那時候好像又在中國大陸訪問 那給我想想看 你在這邊要投我們的代表權 另一方面 你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公文在大陸訪問 那大家投票的這個結果真的是可講而知 所以在最後一輪重要投票的時候 我們就walk out 就站起來退出聯合國 就說我們不再參與聯合國這個國際組織 那在基辛吉訪問大陸的時候 他也說 尼克森總統 將會在第二年 就是1972年的五月份之前 訪問中國大陸 果然 尼克森總統 在1972年的二月份 二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 好像也去了上海 也去了北京 而且 發布了很有名的上海公報 比較諷刺了 他是在1972年的2月28號 雙方發表了上海公報 裡面就說 談談雙方對於世界局勢的看法 對於越南 對於韓國 對於蘇聯 美國是說 美國方面認識到 認知 英文是 Economology 美國 Economology 在海峽兩面 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的中國人 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美國認知 美國並沒有承認 美國認知 這個立場是 中國大陸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對這個立場不持意義 然後這個問題 台海的問題 要由中國人和平解決 從1972年的上海公報以後 雙方就開始所謂的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也互設辦事處 聯絡辦事處 華盛頓也設有北京的駐美國的辦事處 美國在北京也設立了聯絡辦事處 開始的交往 從1972年就開始 可是到了1971年 美國又要開始種種選舉 四年還要選一次 1972年開始種種選舉 那時候 各位大概隱隱約可能還聽過所謂水門事件 Watergate 這個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水門 它其實是一個 在華盛頓 就在國務院附近的一個商用 住宅還有辦公大樓 那時候美國民主黨的總部 就設在水門大廈裡面 那忽然發現 有一天晚上 他那個民主黨的總部 被人家偷偷的進去 而且還拿走一些文件 有些文件被偷偷的照相 後來經過一連串的查理以後 發現這些人 是從美國林克森總統 進選連任總部派去的 這下這還得了 所以全國就問 尤其是國會 就問到底 林克森總統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他什麼時候知道的 而且要彈劾林克森總統 他剛剛開始還一直想要隱瞞這些事情 後來真的是止暴不住火 尤其他上任之後 他在白宮 不管是電話 不管他在辦公室開會的記錄 全部都有電話錄音 他自己做的 當時國會跟司法部門通通知道 就要求他把這些錄音帶交出來 他交出來有一部分 可是有很多的地方是空白的 根本就找不到那個錄音帶 他一直強編 而且他那時候進選連任也成功了 第二任他也成功了 可是一直拖到1974年的8月8號 其實晚上他就宣布他第二天 就要正式的辭職 所以1974年 美國尼克森總統辭職 是到目前為止 第一位辭職的美國總統 所以在憲政上面 也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也考驗到美國到底是不是一個 真正的一個民主國家 我記得那個時候 就有一位專能作家他寫到 他那天晚上特別到白宮前面去看 發現一切安靜如常 外面也沒有人這個示威 好像還是非常 就是說 辦公啊 當然白宮裡面 他們大概第二天要移交了嘛 那辦公裡面 白宮還是燈火通明 可是並沒有示威 他說 喔 這樣我相信了 美國真是一個民主的一個國家 那他下台以後 按照美國的憲法規定 由副總統去繼任 副總統就是福特總統 就是第二位福特總統 他從1974到1977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他並沒有擔任兩任 他也只是擔任一任的總統 他是共和黨 他是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沒有經過選舉 就當過副總統 後來又擔任總統的美國總統 美國尼克森總統的 以前的副總統 也是因為有一些案子 醜聞下台 所以他那時候就任命 在美國眾議院 多數黨領袖 對不起 少數黨領袖 Republican leader 就是福特 擔任副總統 後來他辭職以後 結果福特繼任當總統 他繼任之後很快 大概一個月之內 他就特赦了尼克森 你以前犯的所有的罪 我都把你通通赦免掉 也不再接受司法的追溯 那國會也不能夠再向你追溯 可能 很可能 就是因為他特赦了尼克森 導致他競選連任並沒有成功 所以他1976年那時候競選連任 失敗 那他在任內還有一點事情 就是把越戰結束了 各位對於越戰的一些印象 現在因為已經隔了四十多年 可能都很少了 以前有個電視劇 後來一篇電影叫做《野戰一月》 各位看電影的話 電視劇其實講的是韓戰 其實他講的是越戰 他以韓戰的故事來講 這個越戰是一個反戰的電影 我們記得而且從尼克森開始一直到福特 他們提出了越戰越南話 就是你越南戰爭你越南人你自己去打 美國慢慢地從越戰撤軍 美國國會也不再撥款 那這樣子的話他根本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一直拖到1975年四月份 北越的軍隊就攻到了越南的首都西貢 還記得那時候看電視 就跟看電影一樣 在美國大使館的頂樓 一架美國的直升機 把扶梯降下來 看到有人從扶梯上爬上去 有一些是美國政府的官員 大使館的人員 有一些就是效忠於南越政府的人 可是能夠逃出去的人真是不多 那直升機一批一批把他們送到 在海外停泊的軍艦 把他們接到美國去 那第二年整個越南就統一 我也記得當時在學校的時候 有很多越南僑生 本來家境都還不錯 因為越南華僑在當地都是很有商業地位 頓時就沒有了經濟來源 所以那時候也非常慘 失去的經濟來源 都要靠打工去賺錢 所以現在還多不多了 所以那時候慢慢的也很多越南餐廳 遼國緬甸的餐廳 在台大附近也慢慢的有了 那輻射總統當然繼續 還是要跟蘇聯進行限制核子武器的談判 希望能夠打贏所謂的冷戰 那也是因為他任期比較短 所以跟中國大陸的所謂關係正常化 也就沒有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他並沒有跟中國大陸有進一步的關係 剛剛也講過 也可能是他特赦了林克森總統 並沒有得到美國人民的贊同 所以他競選連任就沒有成功 結果1976年 11月他選舉失敗 美國總統的選舉都是在11月初 一個禮拜二舉行 他輸給了卡特總統 卡特總統他是來自於喬治亞州的一位 民主黨的州長 他是美國海軍官校畢業 他現在還活著 算是活著很久的歷任的美國總統 補充一下美國總統的宣誓 都是在就職都是在1月20號 比如說像卡特總統就是1977年的1月20號 那宣誓的地方呢 就是在美國的國會大廈 是在一個室外的一個場地 總統宣誓 由誰來監視呢 由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來監視 美國總統通常都是手按著聖經來宣誓 好像到目前為止 大概美國總統信奉的都是基督教派了 所以還沒有人利用其他的表征來代表他 對於職務的宣誓 那宣誓完這個之後呢 通常他就從國會到白宮去上班 正式進行他的總統職務 一般來講過去這麼多年 因為華盛頓的1月份天氣非常非常的寒冷 都是坐車子 就從國會山莊坐到白宮 大概有17條街了 那個白宮是第一街 剛剛講 國會是第一街 白宮是16街 就差不多16條17條街的距離 可是卡特總統他忽然跳下車來 就牽著太太的手 就走路 走了十幾條街 沿途在跟美國的民眾打招呼 表示他親民的作風 當然也展現他不一樣的做法 因為他是從南部來 他要改變這種美國 尤其是華盛頓這些氣氛 所以說他要進行人權外交 他就要根支於美國的道德價值 要人權外交 他要終止美國忽視他盟邦以前的 外交濫用的這個情況 對於什麼南韓啊 伊朗啊 阿根廷啊 南非啊 還有那時候叫做羅德西亞 現在叫星巴威的一些 還有人權的濫用的這個情況 而且要停止對尼加拉瓜 沙摩沙政權的軍事援助 而且他還要求國務院 每一年都要出版一本 各國外交實施現況 各國都有了 就是沒有包括他進美國自己了 這也是令人感覺 比較不太夠的地方 那公布幾年之後 中國大陸因為受到批評 所以中國大陸也發表 自己也發表了 美國人權的報告 當然也收集了很多 美國人權不足的地方 尤其是司法 警察 槍制的泛濫 另外剛剛講過 他對於美國以前盟邦的人權濫用的情況 他不能夠容忍 所以在伊朗在1979年就發生了政變 由宗教領袖來推翻了巴勒為國王 國王也就流亡海外 而且在那一年的11月 一些群眾 包括學生 衝到了美國大使館 截止了這個人職 一直有444點 那卡特總統也派兵想去救 也沒有救到 還有這個 有照片看出來 美國的軍用直升機 就毀在沙漠裡面 也非常的難堪 那伊朗政府就是不肯放人 一直到1981年的1月20號 那個是下一任的美國總統就職 中午12點 雷根總統上台的當天 那個時候 伊朗政府宣布 我把這些人職要釋放 他另外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跟中國大陸建交 因為所謂關係正常化 一直都沒有進展 那他上台之後 他在外交上面 並沒有很大的建樹 所以他積極地展開 跟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的步驟 尤其是他為了 他要繞過美國國務院 他派遣他的國家安全顧問 那時候叫布里辛斯基 布里辛斯基 秘密到大陸很多次 跟中國大陸磋商外交的事情 那其中比較難解決的問題 就是台灣的問題 那台灣怎麼辦 美國是不是跟台灣 維持什麼樣的關係 那不管是福特 不管是尼克森都沒有答應 因為中共要求三個條件 就是要斷交 斷交跟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第二個就是撤軍 要把在台灣所有的美國軍隊 那時候其實也不多了 就一些美軍顧問在這裡 第三個就是要廢約 要廢除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那這一點都沒有大聲 可是哈薩總統因為他實在是 外交困境 他實在是不能夠再撐下去了 所以他就決定要跟中國大陸 鑑定外交關係 那我也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我已經在華盛頓 那時候正在念書 1978年12月15號 禮拜五 我剛剛考完 我期末考的最後一堂課 回到家也是這個累調 大概七點多鐘 那時候我的室友就跟我說 各廣播電台電視台都說 卡特總統要在九點鐘有一個很重要的宣布 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跟大使館也沒有什麼樣的聯絡 後來我們把電視機扭開 就是卡特總統他說 我要從1979年第二年的1月1日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跟台灣斷絕外交關係 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可是他也要跟台灣人民維持文化 商務和一些其他的關係 他還是說美國認知中國的立場 就是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前面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後面是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 並沒有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 就是台灣是中國的這一部分 那時候我們幾個同學聽到以後非常的憤怒了 也不知道怎麼辦就決定第二天要去示威 就到白宮前面去示威 我們當天晚上就在宿舍旁邊找了文具店 寫了很多標語 英文寫 而且用一些繩子把標語掛在胸前 寫的是卡特出賣台灣 卡特欺騙台灣 第二天就開始在白宮前面示威 一開始我們十幾個二十幾個同學在那邊示威 美國警察也沒有管我們 後來覺得人太多了 就跑出來說你們到底是為什麼 我說現在你們卡特總統背棄台灣 所以我們來示威 他說不行 你們沒有經過申請 不能夠在那邊示威 那我就問他怎麼辦呢 他說你們可以走動 你不要站在這裡示威 你可以走動示威 我們就在白宮前面一圈一圈一圈的繞 其實我們有些同學從12月16號早上開始 一直繞到第二年1月底 一直繞到鄧小平訪問 鄧小平訪問華盛頓以後才停止 雖然卡特總統做了這麼多事情 尤其是跟中國大陸建交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挽回 他的內政上面的一些劣勢 所以各位看到 又變成雷根總統上台 那雷根總統是曾經當過加州的州長 他那時候也曾經訪問過中華民國 值得我們比較注意的是 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講過他要恢復跟中華民國的邦交 這一點當然令我們非常非常的振奮 你看看 1979年才斷絕外交關係 向來一個總統要跟我們恢復外交關係 那當然舉國歡騰了 那中國大陸當然也非常非常的小心 絕對好好的來應付他 那他那時候也推行了 雷根主義 就是要跟世界上反共 反蘇聯的這些勢力 聯合在一起 反對社會主義 那他在阿富汗呢 也資助了一些所謂的自由鬥士 那在迪加拉瓜呢 也支援這個反抗軍 可是美國國會認為 你這樣子在其他國家支援反抗軍 去反抗政府不對的 所以美國國會就停止這個撥款 那他就去秘密的 雷根政府秘密的去賣這個武器給伊朗 那時候已經斷絕外交關係了 把伊朗得到的款項 去送給了尼加拉瓜的反抗軍 後來也引起了一些爭論 剛才說雖然他 說要跟中華民國恢復邦交 可是並沒有 相反的他在1982年 還簽了一個所謂817公報 1982年8月17號 簽了一個817公報 那裏面是說 美國他不打算執行一個 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一個政策 他就說以後我們不會永遠的向台灣 這個出售武器 而且向台灣出售的武器 在質量就是在性能跟數量上 都不會超過他們雙方 跟大陸建交以後的水平 就是說數量會慢慢減少 它的性能也會慢慢的降低 一直會減少對台灣的軍售 經過一段時間 導致最終的解決 你按照字面上來看 就是好像以後就再也不會 對台灣進行軍事的出售 那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你看從1982年的8月17號 簽署了所謂817公報 一直到最近 美國還要向我們出售F16V這個戰機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我們最後面在談 所謂有個六項保證 就是那時候美國給了我們有六項保證 就是說關於對於台灣的軍售 雖然有817公報 817公報的效力 當然它並不是一個所謂的條約 那美國它有它自己的政策 它有它自己的原因 為什麼要簽這個817公報 它這個 到時候我們會講 所謂這個六項保證 還有最近解密的一個備忘錄 都解釋了 美國為什麼要簽這個817公報 而為什麼要繼續的對台灣出售這個武器 那這個也跟台灣關係法 各位 假如在網上看到了 我把那個台灣關係法 全部都列在這個後面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真的維持台灣的安全 台灣的經濟發展 最重要的一部法律 而且是有法律 跟後來一些 跟台灣有關的通過的法案 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部40年的法律 所以在今年 在美國 在台灣都有很多紀念的活動 紀念所謂台灣關係法40年 剛開始 美國說要慶祝台灣關係法 我們很多人就跟美國說 這個沒有什麼好 就慶祝了 是你們因為有斷交 所以我們必須 不得不有這個台灣關係法 我們不能夠說 所謂慶祝台灣關係法 遣除和台灣關係法的這個制定 我們最多紀念有這個台灣關係法 讓我們可以回想到40年之前 是怎麼樣的維繫了我們跟美國所謂的非官方的關係 這點也是非常重要 雷根總統之後 他的副總統就是老布希總統 各位可以看到他也是只擔任一任 但是我們也問過了美國的朋友 一些當初的人 他為什麼老布希總統 並沒有當選連任成功 有人是說他太nice 他太和善了 他太不曉得損戰的這些險惡 各位也記得 記任他的就是克林頓總統 也是一位從南方來的總統 他講過笨蛋 一切的事情都是經濟 就是經濟搞不好 導致美國總統 早就這個老布希總統沒有連任 克林頓總統 他是美國南部阿肯薩州來的一位民族長級的總統 他長得非常的英俊 也來過台灣訪問過 他當州長的時候來台灣訪問過 有人說是五次 有人說是四次 有人說是五次 我們的外交部 也一直沒有比較正確的資料 有的時候他是跟太太來 有的時候他自己來 不過他真的非常的瀟灑 又很會講話 所以他能夠得到美國人民的喜愛 那美國選總統呢 他們講呢 美國人民選擇一個總統要 Lakable Lakable 受到人民喜愛的總統 他才會去選他 那他上台以後 主要對於台灣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呢 這麼講的是1994年對台政策檢討 1979年雙方關係 我們跟美國關係改變之後 制定了台灣關係法 那時候兩邊因為都沒有大使館 都要設定代表的機構 在台北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以前在新一路 現在在內湖 美國在台協會 那在美國呢 我們就設立了 我們先在台北設立一個所謂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這個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什麼叫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其實就是美國了 那在美國的大使館呢 就改成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駐美國辦事處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駐美國辦事處 非常的拗口 也不能夠代表我們在台 在美國的存在 那到了1994年 那柯林鄭總統 終於改了 就是對台政策檢討 把我們的名字 從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改成了 TECRO 台北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TECRO 台北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那在本部設在台北的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都沒有改 一直到今年 才改名字叫做 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也比較符合 美國的 比較符合這個現況 那在這個政策檢討裡面 另外提起來說 他支持台灣加入不限以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 他是支持台灣加入不限以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 其實早在1994年之前 在1991年 美國就曾經幫忙我們加入了亞太經濟合作 APA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它這個組織 1991年 那時候我們為什麼能夠加入呢 它這是一個官方組織 道理很簡單 因為在1991年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 不管是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 都不是會員 第二個問題 各位可能會問 那不是要以國家為資格嗎 那為什麼我們能夠加入呢 那我們加入是以經濟體 Economy Economy的名稱加入 而且是以Chinese Taipei 其實我們在APAC的時候 我們通常因為 官方語文是英語 所以我們也 很少說是中國台北 或中華台北 我們都說是Chinese Taipei 那我們這個座位的排法 通常應該是按照這個字母排 說China 然後這China應該是 China Hong Kong 下面應該是 按照ABC排的話 應該是Chinese Taipei 那時候我們說不行不行 這樣的話好像 三個都在一起的話 變成我們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APAC裡面 周圍是用T開始排 所以我們是排在 新加坡的後面 新加坡的後面 排在泰國的前面 新加坡Chinese Taipei 然後再次是Tailand 這是我們加入了一個APAC 那在94年的政策檢討裡面 他也說也允許了 美國的閣員訪問台灣 不過限於經濟閣員 後來就有交通部 有中小企業署 有環保署 就是在馬政府的時候 有環保署的署長 曾經訪問過台灣 那比較有政治意味的 比如說像國務院的官員 國防部的官員 都在某一層級之上 就是剛剛講的 助理國務卿 包括助理國務卿以上 都沒有訪問過台灣 很少 最近慢慢開放 處於文化 主管文化的 最近來過 這是唯一的幾個例子 主管文化經濟的 曾經來過 那國防部到現在 可能他們是說 可能私底下有了 不過表面上 並沒有說來訪問過台灣 那另外 斷交之後 美國給我們設下了一些限制 就是我們的總統 副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不能夠訪問美國 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院長 不能夠訪問美國 那外交部部長 跟國防部部長 可以訪問美國 可是不能去華盛頓 不能去美國的這個首都 各位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不是看到以前馬總統 陳總統 現在的蔡總統 都去美國演講 其實那叫所謂的過境 什麼叫過境呢 就是各位假如搭飛機的話 可以看到有一個叫做過境室 或者是過境廳 你假如說從美國要去越南 你搭飛機 從美國西岸東岸 搭到了台北 然後你要去越南 你要去過境的過境室等 然後再從過境室搭飛機 到越南 雖然你身體 你這個physical 你身體在中華民國的國境 可是你法律上 你並沒有到達 因為你是在過境室 那為什麼我們總統去美國還可以演講 因為主要是他去方交國家訪問 也不可能從台灣 一口氣就飛到什麼 你在拉瓜 一口氣飛到海地 所以總統一定要加油 所以要在美國過境加油 那為什麼過境 又能夠離開飛機場 去城市訪問呢 這又是美國的這個解釋 所以很多美國的外交政策 都是靠美國的這個解釋 他要給你什麼 他就給你什麼 他要不給你什麼 他就不給你什麼 這就是看美國的這個解釋 那一開始 有幾次 以前總統過境的時候 待遇並不是很好 就是規定他不要 只能夠下飛機休息 他非常不高興 他有一次根本就不下飛機了 他說我也不要去再下威夷吧 我也不要去過境廳 我就在飛機上面 你美國這些人要來看我 你就上飛機來看我 而且他還穿著睡衣來接見 表示他的憤怒 那他的任內 就是說 昆仁仁總統任內 比較大的事情 對我們來講 就是以前總統訪問康南爾大學 大家都知道 他是康南爾大學的農經博士 1995年5月份 他想要去康南爾大學 去母校 有一個講座 他要去發表這個演講 剛剛講過美國明文講 你不能去美國訪問 你只能去過境美國 你現在去美國訪問 那絕對不可以 而且美國也跟中國大陸保證 我不可能叫李登輝到美國來訪問 可是國會 剛剛有講到了 國會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通過決議案 要求美國政府 希望美國政府做什麼事情 結果在美國參議院 99票對1票 100個參議員 只有一個反對 眾議院是沒有人反對 情況下通過的決議案 邀請李登輝總統訪問康南爾 那李登輝總統在康南爾 他就發表了一篇演講 叫做明知所欲常在我心 講得非常好 他剛開始可能跟美國傳遞的消息說 大概不會講什麼政治的議題 可是他在那邊演講裡面 的確也不能夠不談到一些政治議題 中共當然是非常的不滿 而且各位要記得 1996年就是第二年 就是我們第一次的總統直選 我們是1996年開始第一次的總統直選 前面有所謂的國民大會 國大代表來選舉 那中國大陸為了要阻止李登輝總統 競選連任成功 所以他曾經有所謂的飛彈試射 各位坐在教室裡面都沒有感覺到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還有不少的飛彈 還是瞄準我們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也在台北了 1995年 1996年 有兩次 他就試射飛彈 在我們的北部跟在我們的南部 都打在台灣海峽的附近 並沒有真正的打到台灣 就說要所謂文攻武嚇 用武力來脅迫我們 台灣人民不要選李登輝 那當然中共這個方面 一向都是助攻 當然李登輝總統還是連任成功 美國看到試射兩次 覺得也不能夠再做下去了 所以他就派了兩次派遣了兩支 就是航空母艦戰鬥群 航空母艦戰鬥群 因為航空母艦一出來 不只是有航空母艦 而且旁邊有運輸艦 醫療艦 補給艦 很多都要跟他協助 他就派這個軍艦 緩緩地通過台灣海峽 在那邊巡逸 他也沒有要跟中共說我要跟你打仗 他就表示美國要繼續來協助台灣 自衛 那這是比較好的方面 就是說克林登總統 曾經有實際的行動 表示對台灣安全的關懷 那另外一方面 他在1998年 他去中華大陸訪問 在上海 就在一個相當於類似這方面的一個 就像今天的一個場合 他在上海的復旦大學發表演講 對學生 那一個教授 其實都是安排好的了 教授起來發問 那你們到底美國 對台灣的政策有什麼 政策是什麼 他發表了所謂三部政策 three no's 第一個不 他說不支持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台 他說他第一個no 或不支持美國 不支持兩個中國 或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第二個no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第三個no是不支持台灣加入必須以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 不支持台灣加入必須以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 各位回想在他前頭講的是支持台灣加入不需要以國家要件的國際組織 那現在變成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以國家為要件的國際組織 其實說老實話是限縮我們的國際組織參與的一個條件 政府當然對這個非常非常的不滿意 也多次跟他這個交涉 可是各位可能要問 好像我們又是WTO的會員 那是怎麼回事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那時候叫做貿易關稅總協定 那各位要知道我們加入WTO或者是關稅貿易總協定 GAD是以颱風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也是一個變通的辦法 因為並不是說我們跟中國大陸是一樣的 在關稅方面是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一個separate custom territory 來加入 那其實後來在WTO 我們的簡稱還是Chinese Taipei 那也是目前我們參加正式的官方組織裡面通用的名稱 Chinese Taipei 那後來克里恩總統呢 他在2000年 10月份 因為那時候也一直在爭吵 因為中國大陸的人權現況 跟民主黨的政府 一直是不能夠忍受 因為他那時候禁止人民自由旅行 美國那時候有個條款 凡是禁止人民自由旅行的國家 美國都不給他最惠國待遇 MFM most favored nation 這個status 就是他的關稅 比其他的國家多好 一直爭吵很多年 到了2000年 克林頓經過他多方的諮商 他決定給予中國大陸 所謂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其實就是社會國待遇 那就把人權跟貿易又脫鉤了 各位又再一次看到 美國為了他的國家利益 他非常的能夠變通了 他又把貿易跟人權脫鉤 也從那時候開始 中國大陸也慢慢地開始 經濟發展 越來越進步 這也是敗美國所思 克林頓總統當中兩任總統 都非常的順利 後來競選連任的時候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 各位可以看到 通常是一任一屆的共和黨總統 下面接著一屆的就是民主黨總統 執政八年之後 美國人民通常都是 比較希望能夠換個政府 來做看看 那結果還是有小布希總統 就是老布希總統的兒子 他也當過德州的州長 他來出任這個總統 其實小布希總統 他雖然是長春藤學校畢業的 好像是耶魯大學畢業吧 不過他的功課並不是很好 他也不會說他的功課非常好 可是他做事非常有決斷力 也比較會講話 他在任內 他們都是剛剛講過1月20號擔任總統 後來就發生比較有名的就是 所謂的911事件 就是2001年9月11號早上 8點46分開始 有幾架飛機攻擊紐約的世界貿易大樓 那時候我已經在駐美國代表的時候上班了 我們那時候看電視 我們以為是這個電視劇 看一個飛機動一下 創了一個大樓 可是說所有的電視頻道 全部都在播這個東西 那我們覺得這個就不對了 不可能所有的頻道 不管是美國ABC NBC CBS 都在播同樣的畫面 那我們趕快就跟我們那時候這個大使這個報告 我們就臨時把一個電視機搬到我們會議室 然後就看 後來過了半個小時 第二架飛機又撞上去 然後聽說天空上面還有兩架飛機 不曉得要飛到哪裡去 那有人說要去炸這個白宮 有人說要去炸這個國會 有人說要去炸國防部 後來有一架的確去炸了國防部 把國防部炸了一腳 也死傷了有兩三百人 另外一架飛機呢 墜毀在賓中 起飛以後 並沒有到達華盛頓 就墜毀了 那值得講的就是 為什麼會墜毀呢 因為是飛機上面的乘客 他們起來 到了那個駕駛艙 把那個捷機客抓出來 可是他們這些乘客也不會開飛機 所以說是冒了自己的性命 讓飛機墜毀 而沒有去炸到白宮或者是美國國會 那後來當然也在那個賓中的地方 建立了一個紀念碑 那從此以後 這個進入美國的安檢也非常嚴格 所以說在台灣還好 你們進飛機場 處境不需要脫鞋子 在美國還要脫鞋子 那為什麼要脫鞋子呢 因為那時候有人911以後 發現有人想要在鞋子裡面藏什麼東西 爆裂品 炸飛機 所以脫鞋子 鞋子放在檢查的地方檢查 後來說不能夠帶水 你可能帶個空的水瓶 你要帶水也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有人是要 裡面有液體 在飛機上面可以製造爆裂物 所以也就禁止 後來又說 牙膏 太大的牙膏 這個也不行 原來又有一位可能恐怖攻擊者 把這個東西藏在 偽裝成牙膏 所以牙膏也不行 一直到現在 你知道牙膏超過多少毫升的話 也不能夠帶上飛機 後來他也成立了所謂國土安全部 把美國所有的關於國土安全全部納入裡面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組織非常非常地複雜 美國的報紙曾經有一整頁 把他的國土安全部 它的分工 它的隶屬系統 幾乎一頁都畫不下去密密麻麻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剛剛開始人也不共 所以曾經有一度的混亂 在飛機場裡面出境入境 因為他人也不共 他就在用民間的人士來操作 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擾 那這以後 小布希總統他就認為 雖然 911事件 911事件是所謂的蓋達組織來策劃 可是他認為後面是海山 海山 伊拉克 伊拉克政權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他作為海山 這個政權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 就是核生化 核子武器 生物武器跟化學武器 所以說他要決定在2003年3月份 進軍伊拉克 而且把伊拉克總統海山逮到了 而且在2006年把他處以僥倖 各位看在小布希總統的任期 2001到2008 2009 正好跟我們陳建總統的任期 是差不多同時的 陳建總統是2002到2008 在那個時候 我都在美國代表處上班 說實話 雙邊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好 因為美國在跟中國大陸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之下 他希望台灣不要給他造成一些麻煩 那他那時候認為陳建總統推動一些公投案 推動要廢止國統綱領 要廢止國統綱領 他認為這是不好的 所以他有時候幾乎在公開的發言 他都反對我們這些舉措 那現任的美國在台協會的李氏 現在在台北訪問的一位叫墨建 墨建先生 其實他那個時候在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工作 他就奉派前來台灣 勸告陳建總統 請你不要公投了 請你對於國統會方面 你不要再怎麼樣廢止 這樣子中國大陸以為你就不要 又統一 雖然你沒有說不統一 可是你這樣子廢止的話 是不是就表示你不要統一 所以那時候雙邊的關係並不是很好 我們那時候在美國代表著工作也非常的艱難 因為常常要應付美國政府的這些詢問 到了2008年3月份 我們再次的總統選舉 那時候馬總統馬英九先生競選成功 其實按照美國他自己的想法 當然總算是放下了一塊石頭 所以他馬上當天就由白宮據名 布希總統據名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說恭喜馬總統 第一個是恭喜台灣人民完成的一個民主的選舉 第二個就是恭賀馬先生當選 那最重要的是他說 經由這次選舉表示 台灣是亞洲及世界的民主燈塔 台灣是亞洲及世界的民主燈塔 那這句話呢 我們不管是馬總統或者是現在的蔡總統都一再地引用 表示我們跟美國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這個價值 八年之後 又換了美國 美國人民又覺得好像 又該換一換 所以又換到了 由歐巴馬 民主黨的參議員 他當參議員大概也才當了兩三年而已 而且最主要的是 黑人 那我們在美國通常不講黑人 那邊呢 講說非洲裔 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的美國人 當選這個美國總統 各位也看到 不管是老布希 小布希 或者是克林頓時期 很多的時間都是在處理中東的事務 所以克林頓上台之後 他覺得他要推動一個所謂向亞洲再平衡的政策 就是我要在亞洲增加我的能見度 那一開始他是用一個名詞叫做軸轉亞洲 軸就是車軸的軸 一個車子旁一個油 那有人批評這個什麼叫做軸轉 後來他又變成說向亞洲再平衡 那最主要的是他有幾點要素 第一個他要強化跟盟國的安全關係 他所謂的盟國在亞洲就是像南韓啊 像菲律賓啊 像泰國啊 像澳大利亞這些國家 日本啊 這幾個國家的盟邦關係 因為他們有共同防禦條約 第二個是要強化新興國家 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大陸 加強跟他們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要參與區域的多邊組織 第四個就是要擴展貿易跟投資 第五個就是要有廣泛基礎的軍事部署 所以他後來在澳大利亞也有美軍陸戰隊 在那邊小部分的陸戰隊這個部署 那當然最後成為民主黨政府 他要推動民主與人權 那在克林頓總統的任內 他主要有2010年開始 有所謂阿拉伯之村 埃及啊一些國家 開始有民主的這個思潮開始 運動開始 剛剛講過 2001年911事件 蓋達組織的首領賓拉登一直找不到 美國一直找不到 2001年一直找不到他 後來在2011年的5月 終於在巴基斯坦發現他 而且派遣了特戰隊 把他給擊斃 而且屍體也沒有用回美國 就直接丟到海裡面去了 這個相當麻煩 那在所謂軸轉亞洲的另一個方面 就是在貿易方面 他就提出了TPP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有12個國家來參加 它這個是在亞太國家裡面的 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 主要是要降低關稅 要開放市場 採取一致的勞工標準 然後要保護智慧財政權 它是一個高品質 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一直是帶頭推動 從歐巴馬總統開始 可是下一任的總統 就是現任的總統 川普總統又把他給推翻掉 他就退出來了 好 到了2017年 美國人民又是想 民主黨總統做了八年 做得雖然還不錯 可是我們希望看看 給共和黨一個機會 那川普總統就上台了 其實很多人說 他並沒有想像到他會當選總統 因為那時候跟他競選的 競選的是希拉蕊 是他的國務卿 這個希拉蕊 因為是克林頓正總統的夫人 美國可能也有一點說 他先生已經當過總統了 你太太再當總統變成家族企業 可是他們當然也忘掉了老布希 這個小布希 而且說老實話 希拉蕊這個國務卿 他並不是剛剛講過 並不是likeable 他當然非常聰明 是個律師 也是講話非常犀利 可是不像川普 這麼樣的令人喜愛 但是現在可能有人也不喜歡他 不過那時候他在電視上還主出節目 所以說他 雖然他的整個的投票數 並沒有希拉蕊多 可是在美國特有的選舉人團的制度 Electro College 制度 美國是經過選舉 這比較複雜 各位同學可以上網看一看 什麼叫做選舉人團 非常有趣的一個制度 他還是贏了希拉蕊 他上台之後當然是所謂美國利益 他要採取更多的單邊行為 又限制中南美洲跟穆斯林國家移民 然後在美國跟墨西哥邊境 建了高牆防止投渡 那跟中國大陸方面 當然競選的時候 他就說中國大陸是貨幣的操控者 就是要以人威的手段來操控他的匯率 而且是中國大陸通 通美國的智慧財政權 要對他制裁 可是到最近又跟中國大陸舉行了 開始的貿易戰 到現在有初步的一些減緩的跡象 到底會不會真正地達成貿易戰的結束 我們現在還要繼續地看下去 他另外就是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因為雖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 可是因為它是不管是在政治 尤其是宗教方面是回教 猶太教跟基督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一直美國都把他的手奴在特拉維夫 而不是在耶路撒冷 可是川普他不管 他就把手奴認為他就是耶路撒冷 然後美國大使館就搬到那邊去了 以上是九屆總統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我們下面簡單地講一下台灣關係法 各位看到他說我們這個法律 主要是要協助維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與穩定 授權繼續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的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促進美國的外交政策 而進入其他的目的 最重要就是第二條 前面講說已經跟台灣終止了外交關係 所以要制定這個法律 要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 而且要繼續維持跟台灣人民的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促進美國外交政策的執行 說實話就是要美國的利益 那政策是什麼呢 就是要維持這些關係 而且要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定 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經濟利益 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物 而且是跟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 是要以和平的方式這個期望 因為大陸說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美國才和他建立這個外交關係 下面一點 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舉動 包括禁運跟經濟抵制 都會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的安全威脅 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這一點就是美國對於台灣安全保證的很重要的一個 就第二條 就非常的重要 然後 美國下面一條就是他賣武器給台灣的法院 要提供防禦武器給台灣人民 防禦武器給台灣人民 那什麼是防禦武器 這也是要看美國來決定 各位說可能像一些運輸機 直升機 運輸直升機可能是防禦性 那F16是防禦性嗎 那什麼是防禦性 Again 還是由美國來界定 C條是說美國還是要重申它的人權條款 這也是剛剛講的 所謂民主黨的政府 還是很注重人權這個條款 那第三條也很重要 他就是剛剛講的 為了推行對第二條的政策 美國要使台灣獲得數量 足夠維持它的自衛能力的物資跟技術服務 所謂的技術服務 不管是後勤保養 或者是我們跟美國的軍事交流 都是所謂的技術服務 那B項是說 他要根據對台灣防衛的判斷 來遵照美國的法定程序 決定提供防衛的物資跟服務 種類跟數量 其實我們跟美國有定期的諮商 我們需要什麼武器 那美國也會根據我們的需要 美國會根據他們認為台灣的需要 來賣武器 這給我們 那第四款就是說 假如有任何對台灣的威脅的話 要怎麼樣來幫忙台灣 底下的我想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不講這個 我剛剛講這個法律是從1979年1月1號生效 可是這個法律 卡特總統是在1979年4月10號才簽索的 所以回溯他的聲調日期到當年的1月1號 好 剛剛講這個六項保證 就是在雷根總統簽了八一期公報之後 聽說他馬上就後悔 因為他當初就是說 中國大陸說要對台灣要和平解決 就是他的大政方針 然後不會對台灣動武 所以他簽了八一期公報 要在量和紙上都慢慢減少對台灣的軍售 達到完全解決對台灣軍售 就是說又抵觸台灣關係法 那同時呢 他也請那時候在台北的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跟蔣經國總統做了六項保證 因為他這個保證說實話 他是用口頭講 到底書面怎麼樣也沒有人看到過 大概書起來有底下這六項 你看他八一期公報說 我最終解決停止對台軍售 可是他第一條就是說 美國不同意對台軍售設定終止期限 第一條就跟八一期公報 他就是完全不一樣 第二條就是說美國不尋求擔任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挑停角色 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國共內戰的時候 美國曾經擔任過挑停失敗 所以美國說我再也不要做你們中間的挑停角色 第三個就是說美國不會施加壓力 要求我們跟中國大陸談判 要談判是你們兩岸的事情 美國不會要求台灣跟中國大陸談判 第四個就是說美國對台灣主權的長期政策沒有改變 這個也是比較模糊 它的長期政策就是美國認知 中國大陸說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 美國小的我知道了 可是我也沒有贊成 我也沒有反對 我只是聽說這個事情 聽過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美國的一貫的角色 下面就是美國沒有計劃修改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剛才看到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幾條 而且有非常的彈性 美國也是根於這個彈性 能夠繼續的跟我們保持一定的關係 那最後一點 美國對台灣軍售前不會與北京之上 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在美國工作這麼多年 對於跟美國的安全關係的維持 這一點說實話 是我們的時候一定要要求的這個事項 不管怎麼樣 你們要軍售給台灣 要賣什麼東西就給我們 賣多少 什麼時候賣 你們只能跟我們談 絕對不能夠跟中國大陸談 那我們在美國國會上 也有很多的力量 要求全球部門確實做到 目前為止 我們也發現 美國至少還維持著這一個 就是不會再軍售一些 跟中國大陸說 我們想要賣這個東西給台灣 你們覺得怎麼樣 才會有這一點的話 真的是違反了美國的六項保證 聽說這個六項保證 有書面的也是鎖在一個保險櫃裡面 每次中國大陸來抗議 美國國安會就會把這個文件給中國大陸看 最近的一個發展就是在 各位可以回頭找找看 美國太太協會的網站也有 它就在8117公報 它有一個對台灣政策的一些文件 在8117公報之下 它有一個叫做備忘錄 雷根備忘錄 它這個備忘錄主要是講 各位假如看報紙也可以去看 這個 今年9月19號的各大報紙 都有提到雷根這個備忘錄 它說我們簽署811公報 它前提就是台海要和平 我目前簽811公報就是台海要和平 而且中國 中華大陸是尋求 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這是他們的所謂大政方針 各位都記得1979年1月1號斷交 他也發表了對台灣 告台灣同胞書 後來又發表了《易見音》 又發表了《葉九條》 就是說改變以前所謂武力解放台灣 更到以前所謂學習台灣 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美國認為既然你都這樣講了 那我們好像也沒有必要 再繼續對台灣軍售 或者是對台灣軍售的數量 可以不要那麼多 所以雷根寫個備忘錄 給國防部部長跟國務卿 而且他說 中國大陸解決台海的 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 是它的大政方針 美國是根據這個來對台灣的軍售 而且呢 美國認為中國大陸 和平解決台海問題 跟美國對台灣接受 是一個永久的 而且必要的一個要求 美國只要發現到 中國大陸有任何對台灣 不和平的手段或是威脅 美國就可以對台灣軍售 那剛才又提到 剛才還拍一集公報 不是說要在值跟量都要逐漸的減少 一直到最終解決嗎 那他又講 那這個對於台灣軍售的值或者是量 這要看中國大陸的武器 軍事的部署 跟它的發展程度而定 就是說 台灣能夠獲得的軍事武器跟老武 要跟大陸上要有相對的發展 這一點說實話很難地去達到 因為中國大陸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它每年的國防預算 軍事預算都在不停地增長 我們實在是很難有一個辦法 跟它繼續地來進行這個所謂軍備競賽 也不可能進行軍備競賽 那美國繼續軍售給台灣 我們最近的F16V 各位想今年是2019年 明年2020年 美國又要這個選舉了 那美國選舉跟台灣一樣 也是有兩票 一票是選票 一票是這個鈔票 每一個總統候選人 需要募集大量的資金 來競選 選票呢 就是要靠他 美國人民投給他 所以他賣這個 不管是賣戰車 不管是賣戰機 甚至於老布希總統 賣F16AB給我們的時候 也是在大選前 都是為了要爭取選票 而且美國很厲害 現在一家F16 它的引擎 某一部分 在這個州 下一個部分 翅膀在另外一個州 它就有辦法做到 幾乎每一個州 都有製造武器的工廠 利益均摘 那它最希望得到哪一州的選票 哪一州選舉人團 最多 他越會去照顧那一州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老布希總統 那時候1992年 賣F16AB給我們 那個場在德州 這州的選票非常多 我想今天我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剛才好像助教說 有事情他有宣布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下一次我們可以討論 我希望今天這樣講 也比較泛泛而言 這也是我個人在美國生活 在美國工作 這麼多年的一些經驗 希望各位提起一些 各位對於外交的興趣 多看一些關於外交的報導 也能瞭解一下 美國的外交發生一些措施 跟我們的關係 謝謝各位